究竟有多少年轻玩家对Roblox这款游戏痴迷 相信应该也不用我多说了 大家都明白 在看着这部影片的你们应该也多多少少玩过Roblox 不管是电脑版还是手机版 都有着数量非常庞大的玩家 而且游戏还支持跨平台连线 这也是为什么这款游戏会有那么多玩家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前几天官方就向大家公开了2021年第二季财务报告 基本上都是处于真正热伤的情况 而且每日活跃玩家人数也有在上涨的趋势 然而一款那么出名又那么多人在玩的游戏 你真的了解它吗 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家机密 我是Nero 今天我就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Roblox一些你可能不知道的冷知识 玩家机密在之前就和大家讲解过这款游戏的发展历史 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哦 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 我们事不宜迟 Let's go 第一 如果被问到Roblox游戏里最经典的东西是什么 那肯定会是最具代表性的角色死亡声音 这个音效在过去也因为不是原创而产生出了不少争议 通常玩家们都会把这个音效成为Woof 但你们知不知道 其实作者在置入这段音效时 文件档案的名称是Woof 而并非大家现在所说的Woof 但其实怎么称呼都不重要 只要大家顺口就好 第二 其实大家现今在游戏中看见的虚拟货币Roblox 曾经就有过非常多个称号 其中一个就叫Roblox Point 在那时候每当有一个玩家进入游戏时 该游戏的创作者就能获得一个Roblox Point 但之后Roblox Point也被改成了Player Point 现今每当有一个玩家在游戏中消费时 创作者们就能获得Player Point 而得到的这些分数也可以由创作者们决定要怎么分给玩家 通常都是需要玩家在游戏中达到特定的成就才能获取 这些分数可以让玩家们区分出新手和老手 越高分数就代表你越有经验 第三 在之前的Roblox介绍影片中就有提到 除了Roblox以外 另外一个货币就是Tickets 或者也可以称为Tix 虽然Tix这个货币已经不再存在了 但我在这里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其中的知识吧 当时这两个货币还存在的时候 游戏中有着一个兑换系统 而这个系统就叫做Robix 在2008年的时候 玩家们可以利用四个Tix来换取一个Robux 但这个兑换率是会一直改变的 就和我们在现实生活兑换不同国家的货币一样 如果找到正确的兑换率 玩家甚至还能从中赚取一点利益 但在2016年的时候 Tix货币被移除 而用于兑换货币的系统也正式下架 第四 除了刚刚提到的玩家交易系统以外 游戏还存在另外一个专为创作者而设的交易系统 为了呼吁各位玩家们 释展出自己的创意能力 并且创造出更多更好玩的Robux游戏 官方就特地设计了一个名叫DevX的系统 这个系统可以提供创作者们将累积而来的Robux 转换成增钱 从而实现利用游戏来赚取盈利 所以Robux才会一直有新游戏提供给玩家们游玩 在2015年 一个游戏名称为Taymaster的玩家就透过这个系统赚取了5万美金 但这一切都需符合条规 那要怎样才算符合条规我就不多做解释了 有兴趣的玩家们可以到官网上查询相关的资料哦 第五 玩家们知不知道 其实打从2011年开始 Robux就禁止玩家们之间进行交易了 原因就是当初太多玩家因进行交易而受到欺诈 于是到现今为止 除了游戏中的官方交易平台 其他的通通都没有被官方授权 包括玩家们自行交换也不行 以保障玩家们不会受到不法分子欺诈 第六 如果有人在派免费的Robux 肯定会有非常多玩家抢折药 不过这些在网上说会免费派发Robux的 大多数都是骗局 大家还是谨慎一点不要被骗了哦 但玩家们你们又知不知道 其实还有一个合法 并且不需要花钱 也能免费得到Robux的方法哦 而这个方法就是Microsoft Rewards 玩家们只需要登录自己的Microsoft账号 并且利用微软旗下的浏览器Edge或者Bing 就能获取分数了 而这些凑回来的分数就能拿来换取Robux礼品卡 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想要了解的话 也可以自己去寻找更详细的资料 但我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 这项服务只有提供给特定国家 其中就包括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新加坡 日本 香港 台湾等等 很可惜的 马来西亚并没有在列表中 但相信在不久之后 大马也能拥有这项功能 第七 其实以现今的游戏市场来看 最受玩家们喜爱的游戏就是Robux还有Minecraft 但你们知不知道 Robux当初是禁止游戏出现Minecraft字眼的哦 只要一名玩家在游戏中提到Minecraft 就很有可能会被官方封号 Robux为什么会有一个那么奇怪的规定 官方并没有出来声明 但根据玩家们推断 可能是开发商把Minecraft视为竞争者 所以才会做出这样的行为 但这也导致许多喜欢Minecraft的玩家 最终选择退游 第八 如果现今有在玩Robux的玩家都知道 好友列表是有限的 最高上限只能达到200位好友 但你们知不知道 在过去好友列表是没有上限的哦 不管你想加多少个朋友都没问题 但就在2015年的2月份 官方就规定了最高好友上限只能达到200名 原因是为了让玩家减少那些根本没有接触过的好友 缩小在游戏中的朋友圈 以这样的方式促进玩家们之间的友情 但这个计划实行后 不少玩家都表示反对 还要求官方增加好友上限人数 那玩家们你们觉得200名好友会太少吗 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 第九 Roblox会时不时推出一些现实商品给玩家们购买 有些非常昂贵 有些非常稀有 那最快卖光的商品又是哪一个呢 答案就是这顶名叫Purple Indie的帽子 这是一顶非常稀有的帽子 当初公开出售时只有100顶 并且定价于7Roblox 非常便宜 这顶帽子在出售货的仅仅5秒钟就被玩家们抢光 成为了Roblox里最快销售完的商品 第十 刚刚提到卖得最快的商品 那现在我就来和各位分享游戏中最贵的商品吧 官方从过去到现今 推出过最贵的商品就是Virate Valkyrie 它被归类为头饰 看上去有点像中世纪出土的文物 大部分面积都采用了紫色来设计 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而漂亮好看的代价背后就需要付5万Roblox 这就相等于625美金 你们又愿意付这笔钱购买吗 第十一 游戏中有bug是最正常不过的事 但如果你在Roblox中找到一些比较严重的bug 并且向官方报告的话 你将会得到一顶黑色红边礼帽作为奖赏哦 其实不只找bug 如果你在游戏中或者游戏外 看这些人做出对Roblox有害的事 并且告知官方的话也同样能获取这顶帽子 以这种奖励方式维持整个游戏的安全以及次序 听起来还是蛮不错的 所以玩家们如果有发现什么bug的话 不要忘了和官方汇报哦 第十二 Roblox作为一款免费游戏 肯定能吸引到不少玩家加入 根据一篇文章报道 Minecraft在2019年3月份的时候 月火月玩家达到9100万名 但就在几个月之后 Roblox竟然一下子就超越了Minecraft 月火月玩家人数达到惊人的1亿 成功超越Minecraft后也成为了不少地区最著名的游戏 第十三 由于Roblox的玩家群年龄都偏小 所以官方还特地为13岁以下的年轻玩家设下专属的隐私指南 当中就提到 如果一个用户年龄还没达到13岁 那他的账户就会被自动设置为隐私模式 这就代表这个账户将不会有连接社交媒体的功能 也不会收到任何第三方的广告或者通知等等 而且在游戏中的一切举动也将会以发电邮的方式 发到家长们的电邮以方便做评估 但前提是账号有连接家长的电子邮件 第十四 一位名叫Seddy Cakes的玩家 是第一位一次到账100万Roblox的玩家 同时也是稀有头饰Dominus Frisidus的设计师 哇 100万Roblox在游戏中都可以买不少吸油品了 但这100万Roblox背后隐藏着一个比较感伤的故事 Seddy Cakes从小就患上了一种非常罕见的疾病 名字就叫慢性加性长耿主 由于他是Roblox的中时粉丝 所以盼望着有朝一日可以到Roblox为加州的总部参观 然而美国一家专门帮患有疾病的小孩实现梦想的组织 Make a Wish 就帮他实现了他的梦想 到了总部后 那里的员工就奖赏了他100万Roblox 并且还邀请他参与到稀有头饰的设计中 才会有了我刚刚提到的头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此为止啦 以上就是Roblox一些玩家们可能不知道的冷知识 如果玩家们有什么想要补充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哦 反应好的话以后再多做一期视频献给各位 喜欢影片的也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还有就是记得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 我是Nero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